歌手2018总决赛直播时间 汪峰向歌王宝座发起最终挑战 上周五晚八点,湖南卫视大型原创音乐竞技类节目歌手迎来最后一场常规赛对决 为了争夺最后决赛的入场券,歌手们纷纷释出杀手锏,战火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作为首发阵容中演员的汪峰凭借完美的现场演绎,最终杀进决赛,将参与到最后奔继歌王之战的争夺中 作为每期节目最让人期待的选歌担当,汪峰本周带来的竞言曲目同样没有让人失望 选择了一首感染力颇高的歌曲《空空如也》,并且对其做出了大胆改编 曲风方面对于汪峰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在以R和B为根基之上,同时还运用了New Soul节奏、Smooth、Fusion等小众的音乐元素 并且还精巧地加入了萨克斯、Solo和响指元素,在增强了整首歌试听效果的同时 又增强了听众的参与度,极大的提升了整首作品的耐听度和精致度 谈及青睐此类歌曲的原因,他表示,由于近五年来观众喜爱的热门歌曲已经不像之前一样流于同俗 大部分的热门歌曲都兼具传唱度和音乐性 且一些歌曲在音乐性上深受布鲁斯音乐的影响,具有相当大的改编空间 因此希望改编这些歌曲使其呈现全新的气质 在选歌消息曝光后,空空如也的原唱者仍然第一时间转发相关微博 并表达了自己激动且期待的心情 在本季被关于好歌可谱原称号的汪峰,在常规赛最后一场也继续打捞金曲 从陈世佳作,下坠,到小众冷门的MRN,再导关注当下社会现象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汪峰选择近年曲目完全跳脱于竞赛选曲的框架 看似随心所欲,实则每一首都别出心裁 每一期高质量的编曲,也与多年的音乐素养和全面的音乐能力有关 正如汪峰在本期节目中所说,我要让大家听到很熟悉的歌 我会改成什么样子,这样才是我做音乐的价值和意义 汪峰在舞台上留下了11份珍贵的音乐礼物 最终一路过关站将铁进决赛,向歌王宝座发起最终挑战 总决赛将于4月13日现场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